外交部回应美核潜艇撞上不知名海底山 针对美国海军新进发布的上个月 美康涅迪格号核潜艇撞击调查报告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两日再次敦促美方详细说明事故有关情况 充分回应地区国家的关切疑虑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问美国海军对外发布了 上个月美康涅迪格号核潜艇撞击调查报告 报告称该潜艇因撞击了一座不知名海底山 导致严重受损 并非跟其他船舰相撞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汪文斌说中方已经就该事故多次表明严重关切 要求美方采取负责任的态度 做出详细说明给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一个满意的交代 我们看到的是事故发生一周后 美方才发表了一份语焉不详的声明 说核潜艇撞上了不明物体 事故发生近一个月后 美方又说撞上了不知名的海底山 还将事故地点刻意模糊为 所谓的印太地区国际水域 对核潜艇的航行一途 事故发生的具体地点 是否在别国专属经济区甚至领海 究竟有没有造成核泄漏 以及破坏海洋环境等外界严重关切和疑虑的问题 始终没有做出明确的说明 这充分暴露了美方的不透明和不负责任 汪文斌说 中方再次敦促美方详细说明事故的有关情况 充分回应地区国家的关切疑虑 关键是要停止派军舰军机四处滋事挑衅 炫耀武力 停止损害别国主权安全的行径 否则此类事故恐怕不会更少 只会更多